睡得正香突然听到门外面有人在哭 从昨天就开始了 这是第二天 咱也是睡不着了 主要还有点热 这回的话打算起来看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住的这个小屋子旁边有一只狗 刚才是汪汪的叫 这回的话好像消停多了 这个房间里面非常的干燥 好像起了很大的雾气 又好像有很多的灰尘 等会的话咱们拿了这个桶去老铁家打一点这个水 往这个房间里面撒一点水 然后洗一下这个脸 因为没有这个空调 这个脸部跟这个身体这一块已经湿透了 咱们买的USB风扇还没有到 这回的话狗也是叫的非常的凶 好像有什么东西一下就跑了过去 不知道是啥呀 现在咱们打开这个门 看看这个门外面有一些什么吧 现在有点紧张 就怕这个门外面突然哗哒一下 有什么东西 慢慢的给这个门打开 看一下啊 哇这个狗的话是越叫越凶了啊 外面好凉呀 一出来就感觉冷嗖嗖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房间里面是非常的热 外面的话是非常的凉 先往这边看一下吧 这边的话有一个这个小板凳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给这坐的啊 狗的话就在附近叫的 这边的话还有一个灯锅 出来之后就感觉凉嗖嗖的 那边有一个锅 这边的话没有什么东西了 狗的话也是不叫了啊 咱们住的地方呢 就是这边了 老铁家的话好像关门了 等一下咱们打一点水啊 到这个路面的话再看一看啊 哭声呢突然就没了啊 之前的时候就感觉就在我这个门外面很近 也有可能是这个小猫咪吧 看了前面发着这个灯光啊 还亮了一双眼睛 好像在盯着我看一样 感觉有点恐怖啊 咱们到这个路面上面来看一看啊 路面上的话是黑漆漆的 啥也没有 往这边转一圈 这边的话也没看到有什么东西 啊就前面前面你看那边 是猫还是什么东西 一双眼睛盯着咱们看 感觉有点小恐怖呀 咱们等一下拿上这个桶打一点水 赶紧进到这个房间里面来吧 看这边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刨了一下这个土 感觉怪恐怖的 赶紧进来吧 哎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个门这一块怎么湿掉了 哎这是什么什么情况 我之前我记得这个地方的话是干的 就这一会的话就湿了 不会有什么猫咪 还是什么东西 给这撒的料吧 不太清楚啊 去了老铁家那边 也是帮这个水给它打过来了 咱们现在的话帮这个门给它抵上 然后也没接很多的水啊 刚才也去洗漱了一下 所以说再接一点水给这个房间的话弄湿一点啊 外面特别的冷 然后里面的话特别的热 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原因吧 虽然说这边有这个砂窗 有这个门窗呢 但是依旧很热 可能跟这个顶部的这个板子有关系啊 可能这个板子 白天阳光照射的时候形成了这个反差啊 而且你看空中雾蒙蒙的 感觉有这个烟气一样 具体是什么原因不太清楚啊 感觉怪怪的 现在的话咱们撒一点这个水 给这个地面浇湿一下 有一个手电筒还是比较方便啊 这里面的话没有灯光 平时的话都靠这个手电筒 我们现在帮这个水给它逼一逼啊 然后往这边撒一撒 撒一撒的话就耗着多了 哇 看看 这样的话应该降温会起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效果啊 这边再来一点 这应该差不多了啊 晚上这个蚊子比较多啊 我记得我上次买了一排蚊箱 刚好也有打火机 咱们给它点一下吧 这个蚊箱的话花了是三块钱 不知道行不行啊 拿上打火机试一试吧 这个灯光照到咱们身上 感觉有点怪怪的 头有点晕啊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刚才出去的时候 突然一股冷空气 吸到我的身上导致的吧 咱们赶紧给这个蚊箱给点啊 还好有一个钢铁的牙齿啊 什么东西用嘴咬就可以了 这种的比较方便啊 晚上一架就可以了 好多人点蚊箱啊 存在一个误区啊 就说一定要帮这个蚊箱 给它背开干嘛 其实不用背的啊 蚊箱的话 直接上这个打火机 一点的话就可以了 它只会烧一个 另外一个烧不着 其实蚊箱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 好多人的话都用错了 好多人的话都用错了 这鬼的话也差不多了 我们放这个蚊箱的话 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放在这个下面就可以了 今天晚上的话都可以 安静的睡个晚觉 外面的哭声的话也是没了 有可能是猫咪吧 就是那种猫咪的话 更像小孩秃一样 然后这个狗呢也是不叫 应该是非常的安全的啊 接下来咱们躺在这个床上面 在下面休息就可以了 刚好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水也洒了 咱们脸跟脚都洗了 门箱也点了 包括咱们床上的话 还有喝的这个水啊 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回的话给这个手电筒一关 咱们躺到床上面 就可以安静的睡个晚觉了 啊 门也是底上了 咱也不怕了